朱迅 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14岁就进入央视的他 有着让人眼花缭乱的辉煌经历 同乐五周 民歌中国 政大综艺等 各大类型晚会都由他来挑起大梁 他还在历年的央视春晚中担任主持人 凭借着独特的主持风格 爽朗的笑声 成为了亿万观众喜爱的主持人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被广大观众称为名副其实的央视主持一姐 朱迅的光环可谓让人羡慕不已 事业如鱼得水 家庭幸福美满 可是命运给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 他在2007年就患有假装腺癌 病情三次复发 把他折磨得痛苦不堪 2017年1月份 假装腺癌复发 坚强的毅力让他零失误的主持完了今年春晚 后来病情每况愈下 不得不离开陪伴自己多年的主持舞台 病痛的折磨和离开央视让他很是失落 进入了人生的最低谷 但是庆幸的是有一个爱自己的老公 朱迅的老公就是东方时空的王志 两人相识不久就结婚了 朱迅自称是感觉告诉他 王志这个男人值得托付终身 一场大病也证实了他的眼光没有错 朱迅的大病老公没有因此而离开 而是不离不弃的陪伴 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这也许就是他最大的精神支柱了 现在朱迅好了很多 但是希望他能一直好好的照顾自己 朱迅的老公 Like